女生刚想化个妆 鼻血却像流水一样喷涌而出 指都止不住 她用毛巾捂住口鼻 鲜血马上染红了整个毛巾 一旁的妈妈已经慌乱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下面门铃声响起 女生却极力阻止妈妈去开门 因为那是她要约会的男朋友 但她不想让男友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 妈妈还是下去开门了 女生急忙爬到浴缸后面躲起来 上来的男生看到这一幕 完全被吓到愣在原地 女生用抱歉又无措的眼神看着男友 心里百感交集 四年前泰莎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泰莎不愿意接受化疗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枯萎 她还有很多事想做 比如第一次恋爱 然而第一次约会的过程并不顺利 对方丝毫没有考虑泰莎的感受 泰莎中途阻止了对方的行为 那个男生也觉得无所谓 但从泰莎闺蜜那里得知她患绝症后 跑来和泰莎道歉 然而泰莎却更加生气了 因为她一点也不想让别人同情自己 她只想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 她最不需要的就是怜悯 愤怒的泰莎跑回家 把墙上的照片都撤下来 她想忘记这一切 反正她迟早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泰莎走到隔壁庭院里的火炉前 把所有东西丢进去烧毁 这时走过来一个帅气小伙 他叫亚当 是刚搬来这里的邻居 亚当主动和泰莎攀谈起来 泰莎再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心生好感 眼前的这个男孩礼貌贴心又英俊 还没等泰莎和亚当聊几句 她就突然晕倒在地 病情发作得太快 但亚当还以为她只是滴血糖 给她拿来了糖水喝 泰莎感到一丝窃喜和雀跃 她觉得亚当实在是太可爱了 回到家的饭桌上 弟弟童言无忌 泰莎看着单纯天真的弟弟 有些忍俊不惊 但爸爸对此很敏感 她斥责了弟弟的不懂事 让弟弟回自己的房间 乐观的泰莎反而劝爸爸 不必这么严肃 为了哄弟弟开心 泰莎带她出去玩 年纪上小的弟弟 还不知道姐姐的病意味着什么 而泰莎心里最放不下的 也就是弟弟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泰莎留恋的人 那就是亚当 自从两人相识后 他们聊得很爱 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 然后出去游玩 恋爱的种子在两人之间逐渐萌芽 公交车上他们站在对方身边 摇摇晃晃间 两人都忍不住拉住对方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两颗善良纯洁的心 也慢慢系在了一起 泰莎第一次感受到了 恋爱的甜蜜和幸福 然而现实的打击来得太快 泰莎再次晕倒 醒来已是在医院 她不停呕吐 医生告诉她病情恶化 她的时间不多了 一对年轻情侣正要亲热 男生却一不小心薅掉了女生的长发 被假发吓一大跳的 她瞬间没了兴致 她不知道这个女生得了绝症 早在四年前就剪成短发 虽然泰莎的第一次约会很失败 但她之后认识了亚当 两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亚当骑车带泰莎出去兜风 他们享受着温暖美好的时光 但两人始终没有明确关系 泰莎不想拖累亚当 让他承受最终失去的痛苦 但陷入爱情漩涡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脱身 亚当甚至还去泰莎家里吃饭 要见面认识泰莎的爸爸 对于这位疑似泰莎男朋友的人 爸爸的态度很冷淡 大概很多父亲都这样 总是在得知女儿谈恋爱后心情复杂 泰莎爸妈很早就分居了 妈妈工作很忙 即使女儿生病她也少有关照 不过一家人还是会偶尔聚在一起 享受家人的陪伴 这天他们在院子里放起了烟花 泰莎看着一家人露出幸福的笑容 但转眼就不禁落下泪来 她确实比很多人都积极乐观 但面对自己结局一定的命运 还有对亲人她终究是放不下的 泰莎忍不住悲伤哭泣 但又怕被家人发现 只能默默用手擦去脸上的泪水 泰莎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自从她上次在家昏迷 就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 出院时泰莎问爸爸 这期间亚当有没有打来电话 爸爸说没有 泰莎心里顿时多了一份失落感 然而带她望向窗外 却看见街上到处都是她名字的涂鸦 墙上 街边甚至楼顶上的侧面 都有不同大小形状的泰莎喷漆 泰莎瞬间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亚当做的 因为泰莎曾告诉亚当 她的愿望是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存在 原来亚当不仅没有抛弃她 反而用自己的方式更加爱她 晚上亚当从窗户跳进泰莎的房间 然后和泰莎一起躺在床上 亚当愿意尽可能地陪在泰莎身边 不幸的是医生告诉泰莎 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泰莎明白医生的意思 直接问 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不忍告诉 泰莎说闺蜜的预产期在四月 自己能看到吗 医生回答 泰莎彻底绷不住了 她回到家在房间发泄情绪 屋里的东西全被她扔到地上 爸爸寻声赶来看到一片狼藉 她第一反应是斥责泰莎 等爸爸反应过来 她的情绪也崩溃了 爸爸掩面戳气 哭得像个孩子 天下哪个父母舍得孩子走呢 泰莎报警父亲安慰她 她意识到爸爸之前的严肃 都是因为在乎 她也是第一次看到爸爸哭成这样 这个白血病后期的女孩太可怜 就连洗澡都无法自己动手 需要家人的帮忙 女孩的背上全是疾病的痕迹 脸上满是疲惫的神情 已经昏睡多日的她精神状态 越来越堪忧 泰莎逐渐变得失睡 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泰莎慢慢失去了食欲 所以她也愈发的没有力气 泰莎整天躺在床上昏睡 亚当日复一日的在旁边陪着她 亚当想起之前泰莎坐在她车上的场景 他们一起出去兜风 泰莎在前面紧紧抱住亚当 穿过草原农庄时 旁边一群漂亮的马匹跑过 似乎在和他们同场竞赛 多么快乐美好的回忆 再看看眼前昏睡的泰莎 亚当的心再次陷入悲伤 之前闺蜜找到泰莎 说她意外怀孕了 虽然闺蜜和男友已经分手 但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闺蜜最希望的就是泰莎能见证孩子的出生 约定泰莎当孩子的干妈 不知道泰莎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泰莎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生活 她鼓励亚当重返校园读书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有遗憾 泰莎尽可能多和她待在一起 他们依偎着坐在公园椅子上看夕阳 下雪时亚当躺在雪地里撒欢 逗泰莎开心 这对惺惺相惜的情侣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某天泰莎过来找爸爸 爸爸还在电脑上搜索白血病的治疗方法 泰莎坐在爸爸的腿上 用电脑帮她打开了招聘网站 泰莎劝爸爸去找份工作 为之后的生活做准备 不能一直投入在照顾泰莎上 毕竟她还有个小儿子需要供养 爸爸知道泰莎这是在和自己提前告别 一家人围在泰莎的床前 现在泰莎已经完全睁不开眼 但是还残留一点清晰的意识 她能听到家人的说话声 但却无法给予回应 后来泰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她很健康 她还在桌上吃饭 气氛热闹和谐又欢乐 梦里泰莎依旧和亚当坐在椅子上欣赏美景 他们永远不会分开 泰莎还看见了闺蜜的孩子 他们在花园里休息玩乐 泰莎高高举起新生儿 一切都充满了生命活跃的气息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父母看着泰莎沉沉睡去却无能为力 他们只能和泰莎做着无声的告别 只有弟弟还没意识到姐姐的死意味着什么 她对姐姐说 听到这里 妈妈终于忍不住了 她眼眉哭泣 直到泰莎彻底安静睡去 永远不会再醒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活在当下》 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 于2012年英国上映 由童星出身的著名女演员达科塔 范宁主演 她在里面饰演了一个白血病绝症患者 但女主没有一味的消沉颓废 而是明知自己命运的情况下 也要为生活一搏活出自己的人生 就如片鸣所说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厄运 即使是亲人的离去 自己命运的坎坷 都能不过肚气内 我们要活在当下 不浪费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尽自己所能去爱身边的人 珍惜眼前的生活 小参与 光 好